918强震清洗 花蓮松浦国小传出灾情 受到地震挤压 厕所地板隆起 墙面出现巨大裂缝 马桶也粉碎破裂 多数天花板隔板掉落 电线和梁柱裸落在外 电灯垂落半空中 松浦社区内地面也挤压突起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前往社区探视 这些居民们也需要被人家关怀 受损的里面呢 我们是会从落势里面 跟从独居里面先去帮忙 花蓮春日国小也是重灾区 连接校舍的走廊倾斜倒塌 变成围楼 县政府下令启动拆除作业 一个晚上过去 廊道已经全面拆除 散落的钢筋水泥堆成一座小山 花土机不断工作 货家货产要尽快清空地面 晚上五点他们开始就开始动工了 都彻夜 因为县长有特别指示说 这个地方一定要尽快处理 依照这样的进度 大概今天下午应该就可以 就可以完工了 下个礼拜恢复实体上 可能应该是没有问题 校方表示 因为校园停水加上安全疑虑 春日国小这个星期 还是以线上教学为主 压路机开过地面 将热腾腾的沥青压瓶 玉里倒塌的超商 连夜拆除 20到凌晨4点全部清理完毕 接近中午时 路面也铺好薄油 正准备化石标线 车辆已经陆续通行 强镇重创花莲 县府不断赶工 抢修售在地区 希望让居民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记者六小吴一轩 SNG小组花园采访报导 海荒鲍鱼干贝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想要折扣哦